了解化学故事 爱上化学知识 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 化学好像和航天搭不上关系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没有化学的助力 人类也无法实现航天梦想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来看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就是我国最大的大推力运载火箭 无论是发射月球探测器 还是火星探测器 以及空间站的建设 全都离不开长征五号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长征五号每次发射 都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大声响 火箭是拖着长长的尾焰 离开地面奔向太空 每次看到这样的画面 我都会挺激动的 而激动之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长征五号的尾焰是很特别的 中间星级火箭的尾焰很短 周围的四台捆绑助推器火焰 倒是很长很长 而且特别的明亮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长征五号 使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发动机 助推器用的是两台YF-100型 液氧煤油发动机 它的单台推力有120吨 而中间的星级火箭使用的是 两台YF-77型轻氧发动机 单台推力只有50吨 火箭的第一级 一共是八台YF-100加两台YF-77 加起来就有1000多吨的推力了 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的燃料 是低温液氧和煤油 煤油在燃烧的时候 尾焰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碳颗粒存在 这些碳颗粒被高温烤到发热发光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亮的火焰 中间的氢氧发动机 使用的燃料是液氢和液氧 燃烧产物是水蒸气 非常的干净 燃烧产物都是气体 所以发出的光是很弱的 大部分都不再可见光波段 我们人眼看不见 几乎就是透明的 所以颜色就被周围的 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巨大火焰给压下去了 我们看的不是太明显 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一下 我们家里的天然气炉 这个火焰要是充分燃烧的话 它的火焰是蓝色的 也不太亮 相对来讲也比较透明 而如果一旦出现黄色的火苗 那就说明燃烧不充分 有碳颗粒产生 碳颗粒被烧到炙热的时候 就会发出明亮的黄光 而伴随而来的还有一氧化碳 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 煤气炉出现黄色的火苗 它是不正常的现象 不是好事 现在很多航天机构 也在研究液氧甲烷发动机 其实你可以认为 这是超大号的天然气炉 燃烧的火焰也还比较明亮 而且略略发出蓝紫色 这些火箭都要用到低温燃料 液氧的温度是零下183摄氏度 煤油是常温 液氢的温度就更低 大约是零下253摄氏度 而且液氢的密度非常小 只有70.8公斤每立方米 要知道我们水的密度是一吨每立方米 这个相差就太全数了 所以长征五号 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做胖五 就是因为中央有一个非常大的液氢储箱 相比之下液氧的储箱就要显得小多了 它只占了整个火箭长度的很小一截 不过这种低温燃料是非常难伺候的 也非常的贵 液氢的温度和液氧相差悬殊 一个是零下253摄氏度 一个是零下183摄氏度 足足差了有70摄氏度 如果液氢的储箱要是和液氧储箱之间的隔热保温措施不到位 那么液氢就能把液氧冻成一个大冰坨子 同样 煤油的凝固点最低也就是零下50摄氏度 液氧也足够把煤油给冻成硬块 所以储箱的设计就很难 既要氢又要保温 那么有没有常温的液态燃料呢 其实也有 比如最常见的就是偏二甲锦加四氧化二氮 这两种物质常温下都是液态的 但是它们有剧毒 长征二号和长征三号家族全都是用的这种燃料 发射点火的时候它们总是会冒出红色的烟雾 这种燃料过去的导弹经常用 毕竟它是常温的容易储存 现在也不怎么用了 因为它们有剧毒要尽量的替换成其他的类型 所以这些液体燃料都只能在发射前给灌进去 准备工作是非常的麻烦的 相对来说固体火箭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因为它的发动机的结构相对简单 固体燃料和火箭的外翘是一体化的 不需要临时加注 基本上是能够实现拉出去就打 所以洲际导弹也特别喜欢用固体燃料 固体火箭发动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推力可以做得非常的大 轻氧发动机最大的一般也就是300吨的推力 而液氧没有发动机则可以做到接近800吨 固体火箭可以做到上千吨 航天飞机用的两个巨大的固体火箭助推器 每个的推力都有1250吨 其实我们过春节放的那些往天上飞的烟花 也可以算是最原始的固体火箭 业余火箭爱好者也喜欢用硝穿甲加蔗糖来制造小火箭 不过这些都不算太正规 正规的固体火箭燃料都是炸药家族的亲戚 分子是非常的复杂 而且里面经常还要掺杂一些金属粉末 比如说驴粉 最终要用沾黏剂给它做成柱状 中间还要掏出一个形状非常复杂的洞 燃料就是从中间的洞里开始点火的 它是从中间往四周燃烧 燃烧以后会产生大量的高温燃气 伴随大量的固体颗粒 于是发射的时候浓烟滚滚 白色烟雾长久不散 其实白色的成分都是氧化铝颗粒 所以我们想要分辨火箭的发动机类型 那就很简单了 火焰很淡的是氢氧发动机 有明亮的火焰 但是不太长的就是液氧没有发动机 拉出浓白色烟雾长久不散的就是固体火箭发动机 而发射的时候如果冒红烟的话 那就是有毒燃料了 有人可能会很奇怪 固体火箭发动机既然使用方便 推力又大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使用液体发动机呢 其实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引入一个新的指标 叫做比冲 你大概可以理解为百公里油耗的意思 固体燃料相对来讲比较低 只有250左右 液氧煤油可以达到300多 高了一大截 液氢液氧更是高达450 固体火箭固然推力大 但是烧得太快 很快就烧光了 推力持续不了多久 而且液体火箭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可以灵活地控制推力 甚至可以在轨道上空荡滑行一段 重新开机 固体火箭就没有这个本事了 它必须一口气烧光了才够 灵活性就比较差了 所以这些发动机都是要组合来使用的 各管一段 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各自的优势 比如说我们的长征5B发射空间站舱段 起飞的时候就要克服空气的阻力 要克服地球的引力 没有大推力怎么行呢 所以要靠四个助推器的强大推力 才能把火箭给送上高空 等到出了大气层 助推器就可以抛弃了 那么剩下的星级火箭上的轻氧发动机 就开始工作 轻氧发动机的推力虽然不大 但是它省油啊 太空里没有空气阻力 推力小一点是不要紧 关键是轻氧发动机它省油 可以一直推 持续不断的推 长时间的加速 直到把空间站舱段 送进轨道为止 轻氧发动机 就特别适合任务的后半截 所以很多火箭的最上一级 都喜欢用轻氧发动机 美国人的航天飞机采用的是另外的搭配 他们用固体火箭作为助推器 固体火箭推力大 特别适合起飞阶段 助推器迅速烧光了 就马上扔掉 航天飞机是肚子上挂着一个巨大的燃料罐 开着尾巴上的轻氧发动机 一直飞上太空轨道 大家看 正因为我上面在介绍火箭发动机的时候 出现了那么多化学中的名词 现在的火箭也被称为化学火箭 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 人类目前掌握的化学火箭的潜力 差不多都已经挖掘到头了 很难再提升比冲了 但是对于星际航行来说 这些发动机就不够用了 因为燃料烧得还是太快了 很快就烧没了 土星5号运载火箭 它的重量达到3000吨 其中绝大部分是燃料重量 你看这么多燃料 也就刚够把三个人加上登月飞船 送到月亮上 然后再把它们带回来 那有没有更加省油的发动机呢 还是有的 那就是电火箭发动机 其实就是想法子 用电力把气体加速到非常怪的速度 然后喷出去 要么就是用电炉子加热某种物质喷发 产生推力 要么就是用电磁场来加速带电气体离子 以非常高的速度喷出去 通常是用一些惰性气体 比如说压气或者仙气 这种电火箭发动机的比冲 高达700到2500 但是它的推力却小得可怜 最大的也只有锦牛顿 这个锦牛顿什么概念 就还没有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的推力打 在天河核心舱上 就带着几个霍尔推进器 霍尔推进器就是一种电火箭 这种火箭的推力也很小 但是在太空里 它可以慢慢的调整空间站的姿态 那也足够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空间站 侧面冒出淡淡的蓝色喷流 大家不用惊奇 它就是霍尔推进器在工作 空间站所在的高度 大概是400公里左右 那在这个高度上 其实还是有微量空气分子的 它会对航天器产生一定的阻力 所以国际空间站 每天都要下降起码100米 时不时的 就要开发动机给它推一把 让空间站能够保持原有的轨道 所以每年都要花4吨左右的燃料 但是用货运飞船 飞往太空里运送4吨燃料 是非常昂贵的事 我们的中国空间站采用的是电推进器 消耗的燃料就非常非常的少 花一点而电力就行 那么这就比国际空间站要省事多了 当然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 探索遥远的宇宙是我们的梦想 在遥远的星际空间 做星际飞行的话 回头看太阳 那已经是非常小的一个亮点了 这时候靠太阳能电池板来获取电力 当然就是远远不够的了 那我们这时候就必须要靠核动力发动机了 但是目前核动力发动机还处在理论阶段 人类迄今为止 也还没有研制过星际旅行用的核动力发动机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类航天 起飞阶段还只能靠化学火箭 小推力长时间工作可以靠电推进器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现在离星辰大海的梦想 其实还挺遥远的 我们也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实现 好了 讲到这里 我们这个化学有故事的系列节目 就全部结束了 我期待能与您再相见 锅盖可以帮助更快的升温 塑料杯用来称量材料 需要先在电子秤上调整重量归零 第一个配方需要60克硝酸钾与40克糖 摇晃杯子将两者混合在一起 然后将混合物均匀地倒入预热好的平底锅 先加热5分钟 中间需要持续搅拌 以免底部烧焦 大约8分钟后 一些糖开始焦糖化 成为了液体 此时需要更频繁地搅拌与混合 混合物开始液化并结块 颜色变成了金黄色 几分钟后 之前的白色粉末完全混合在一起 将其中的一部分倒入红色容器 然后抹平 另一部分倒入蓝色容器 在中间挖一个洞 作为第二个配方 第三个配方在之前的配比基础上 增加了30毫升的水 用来避免糖产生焦糖化 我们把这一组混合物放入黄色容器 第四个配方改为58克硝酸钾 29克糖 13克玉米糖浆 加热完全混合后 加入1克氧化铁粉末 进行搅拌 放入绿色容器 第五个配方在前一个的基础上 加热的中途就放入氧化铁粉末 放入黑色容器 然后开始点火测试 红色容器里的燃料燃烧稳定 可以提供不错的推力 蓝色容器的燃烧效率与红色相同 但是产生了更强的推力 黄色容器里的燃料燃烧速度 要比前两个缓慢 绿色容器里的燃料燃烧剧烈 但是发生了爆炸 黑色容器里的燃料剧烈 并且平稳地燃烧殆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